在书写金刚塔的过程中,让自己的身心更加专注 原道禅院开设写财班课程,让更多佛子们能借由写禅更专心向佛 而其中书写金刚塔是需要耗费极大心力及专注力 才能将一幅金刚塔写得好看且充满佛法的庄严 金刚塔班学业邱芳寅,向大众分享书写金刚塔后的生活改变 一开始写嘛,心浮气躁,你那个线就整个就歪歪扭扭 不然就是太粗,然后那个字可能就一写下去就可能就完了,写错了 就是无法专心嘛,然后你就越写越久啊,就越来越专心 那个线就越直,然后字也会越漂亮 在学之前,其实跟妈妈相处不太好,就每天就可能一直吵架 现在学了之后有好一点,就是他讲什么就哦,好,我现在去做 以前就是不要,等一下,我不想这样子 所以学了之后就,就是那个脾气会好一点,不会那么暴躁这样子 在课业上哦,我上课比较能专心,然后就越写越久嘛 然后老师在台上说什么,我会听,啊同学在讲什么,啊就不理他 然后就越来越专心这样子 书写金刚塔的过程能够平静身心 在执着于勾勒出塔身的线条时 能将一切熟识的纷扰抛于脑后 一心一意的在佛化的创作上 长期接触写长班能够修身养性 将以往的坏脾气去除 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也能跟降融洽 同才之间有余长存 心中也充满无上乏喜 十方新闻,杨玉带,郭一文,高雄采访报道